大家好 欢迎继续观看利用SaaS编写高质量CSS系列课程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一个内容 上一节课呢 我们把这个响应式布局给解释了 其实呢就是利用这个breakpoint这样一个 库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响应式的一个实现 原理呢还是基于这个media query 这个东西 好 这节课呢我们来做课程总结 也就是我们这一系列的最后一节课 这里面包含哪些内容呢 第一个精灵 什么意思呢 这个东西呢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但是在前面呢我们没有讲到 那这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演示 如何来实现这个精灵图层的一个合并 什么是精灵图层呢 就是说当我们要使用我们的这样一些图 小图片的时候在网页里面 如果我们每个图片都是都是都去做一个 呃 样式引用的话那会使用什么效果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页面上有很多个地方要用图片 那么就会发起很多很多的一个请求 但实际上呢在web项目的一个优化里面呢 请求数过多是不好的 那这个时候呢就涉及到什么呢 就是说帮将所有的这样一个图 进行一个合并 合并成一个大图片 然后呢通过CSS来进行一个定位 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减少请求数达到一个优化的一个目的 在之前的话这种工作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都是通过手工去粘贴图片 然后来计算上一个坐标 这样子方式去实现的 但现在有SaaS的话 我们大可不必要这样去费时费力的去做 我们就来简单演示一下最基本的一个用法 好 那之后呢我们已经把这个基本的结构已经搭好了 当然在我们的Images这个里面有一个icon 这个icon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几个图片 当然这个里面或许会有很多的这样一个icon 那当我们在页面上要用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我们一般默认情况下是怎么做的呢 好这个我们不管 我们默认情况下如果我们要使用的话 我们需要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写Style 好然后 Bank Ground 好 这样子 这样去指定这样一个路径 那如果我们要写多个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就需要这个样子 好 这要中断一下 我们要测试要测试这个index页面 那我们这个时候需要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 嗯 安装一个 load的一个东西 这个呢 anywell 其实是一个 http服务器 这个呢大家按照这种方式去安装就好了 安装好之后的话 安装好之后的话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输入anywell 那么就会启动我们的一个静态的一个服务器 那这里面就会有我们的三个DIV在打开 我们来看路径啊 路径的话应该是 images 然后的话是 icons dec scenery png ok 这个呢也是一样的 当然最后一个也是 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的一个 文件名不同 好除了这几个东西以外 我们能看到效果吗 刷一下 实际上我们是看不到效果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宽度 没有没有大小 所以它是显示不出来的 那这个时候呢 注意看 因为DIV的话它是占满屏幕的 所以呢就直接进行了这样一个平铺 就把我们的这个显示出来了 我们来看它的一个请求数 注意了 我们每次刷新这一个网页就会请求多少次 四次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太好的 当然我们这个条件 这个图片比较少 如果一个网页上图片很多 这个请求数就会 递增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去优化 那这就是我们的精灵图层的一个做法 怎么做呢 我们看一下在sars里面 如何来实现这个做东西 要使用精灵 那我们需要先引入 这个呢 它是在这个 utilities里面的一个东西 叫 Sprints 好 这个呢就是说 我们引入了精灵的这样一个功能 然后呢 我们需要导入我们的图片 这个图片的路径要注意了 它是基于我们的这样一个 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ImageDRs Images 这里面是有的 那这个地方呢 就需要基于它这个路径 然后接上 Icons 然后呢 给一个选择器 所有的 png 这样一个图片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做第三步了 Include or Icons Sprints OK 现在我们来 当然 我们要想在这儿看效果的话 我们也需要 还需要执行一个命令 什么命令呢 以前很熟悉的 CompassWatch OK 这样子的话 我们要用它 还需要 在这里 使用Link 来引入 Style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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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样子之后 我们再来看 当然 这个是 CSS文件 是原本的请求 所以我们请求没变 那现在 我们要想 书写它的样式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要想引入的是 我们就只需要 简单的 使用 Class 好 这个地方也是 同样的 当然 Class 好 我们把三个都引入 好 这个时候看一下 是不是就出来了三个 但是这样 这个效果其实并不太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宽 没有设置它的宽和高 所以它这个图标 是显示的不太好的 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来看得出来 它们同时引入了一个图片文件 然后呢 根据各自的一个 给各自的每个图标设置的一个定位 比如说0到0这个地方 就是说 一个图片 第一个图片是从0 坐标 其实坐标开始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会向右偏移 向下偏移 这样一个做法 实际上的话 我们想让它完全显示的话 我们还需要做什么操作呢 我们需要为为这个DLV设置宽度 刚好如果我们想把这个宽度和这个图片大小 设置成一样 这里就就会有一个配置 叫什么呢 注意了这个icons 这个icons 其实是我和这个前缀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可变的 好 我们这儿因为叫icons 所以这个地方就要叫icons 好 启动它的自动的这样一个生成 然后注意看这边 就会有宽度和高度了 这个宽高是怎么来的呢 是根据我们图片的大小来的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访问 看一下 三个请求就搞定了 而且这个比以前足足少了两个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图片少 不明不更明显 如果到多达十个的时候 我们这边的一个请求数 还是这么点 但是如果不用这种方式的话 就请求数就达到十二个 好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精灵的一个用法 当然这个地方是最简单的 更多的一些特性 还需要大家下去去挖掘 好 这个呢是我补出了一个知识点 关于精灵的 接下来就是项目的一些总结 项目总结呢是针对我们后面这个实战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总结 在这里面呢我们做了哪些东西 事情呢 第一个就是利用SARS来 利用变成语言的方式来书写CSS 其实就是利用SARS 它呢因为有变成语言的一个特性 第二个呢是SARS的一个项目结构 就很展示出来了 当然后面就是三个化布局是通过苏类来实现的 还有响应式布局是通过Breakpoint实现的 这个呢就是我们在项目中里比较重要的几个点东西 那这个项目里面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呢 就我在这样一个实际编写的时候 有哪些地方不足呢 第一个呢是项目选择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选择的项目呢是来模仿这样一个SARS的一个官网 在模仿网站过程中呢 我们是就是说有点疲于去去应对它本身的这样一个样式 而没有从根源上去设计样式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对Compass的使用是比较少的 那第二呢也就是了 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实战里面是使用Compass比较少 然后更多呢是这个SARS的一个基础用法 这个呢是两点部署的第一个地方 当然还有其他部署就不一一例举出来了 再来看这个整个课程的一个总结 整个课程的话它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呢是基础和基础部分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SARS的一个语法这方面的一个内容 第二个呢是简单的一个项目 也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SARS官网的一个样式的一个实现 另外呢就是说给大家指名的这样一个SARS里面常用的这样一个工具库 当然首选肯定是Compass 之后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布局的一个酷 酷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小音试酷 BREAKPoint 好这个就是我们在课程里面大概用到的一些 课程的一个总结 在最后呢 对大家有一些期望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这一系列课程里面呢 我能做到的就是说希望能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作用 就是大家呢喜欢上SARS 同时呢也能够将它用到我们自己的一个项目里面去 第二个呢也是想通过这样一个SARS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学习 可以让大家放心的在这个项目里面去使用SARS 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有这样一个项目史上的这样一个部分 这边就是说我们在使用SARS来进行开发的时候呢 就不要对这个如何来进行这样一个目录的一个分配很疑惑 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 我们希望对目录结构不需要不再去疑惑了 直接就可以套用进来 当然也希望各位在这个前端的一个开发上越走越远 好在这里呢为我的一个下一个课程做一下广告 也就是再一个主要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主要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这样一个前后端分离的一个项目 前端呢采用我们这样一个MVM框架这个Angla 然后后端呢使用我们的Load来进行这样一个Restful API的这样一个开发 这样子呢就是说前后端结合来进行一个标准的一个项目开发过程 那这种开发模式呢也是很多公司 也包括我现在在职的这样一个公司 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做法 好那么本新的课程就到此结束了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